天后永主儿12月1日现身香港跑马地出席慈善跑活动 今年已经是永主儿第七年为该活动担任大使 所孝称虽然现在的工作还是非常忙碌 但每当到了12月就觉得忙碌了一年之后 开始可以慢慢放松一下了 另外2018年度香港赤詹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 我最喜爱的女歌手五强名单 今日正式的公布 容主儿已经连续13年入围该奖项 不知道她今年对哪奖有没有信心呢 没期望最重要是集气 大家一起集气 希望股天乐可以登上这个 我最喜爱男歌手的舞台 对这个是我最大的愿望 其实目前香港不止乐坛 电视电影圈的艺人朋友们 都希望今年股天乐可以拿奖 毕竟她时隔多年才开进口出新歌 虽然发的是一首合唱歌 但也满足了大家的愿望 看来永主儿再听到股天乐入围 我最喜爱的男歌手 也替股仔非常高兴呢 我在家里跳起来了 就是哇一声的哇一声出来了 一定的 无论如何 我也希望股天乐全部都能出 因为我觉得她作为一个演艺 演艺人协会的主席 现在我知道 真的我们也开个会 我知道股仔她对于我们的乐坛 非常希望可以能够推动一下 那作为主席呢 她希望就是如果她能出席 我们所有的颁奖典礼的话 一定就是能够推动到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